自從副總統賴清德同意高端 閣約公開行政院遲遲沒下文 在野黨提案要求舉行臨時會 國民黨顯如濟窮 愛上也弱 沒有招亂搞一通 一個禮拜過去了 還不公布 所以國民黨訴求 明天就召開臨時會 朝野協商拍板 民進黨不以為然 被動同意只為拆單 臨時會前國民黨更加碼 公布所謂高端股東會第四段 英黨論文硬要美國國議院 掛名卻遭拒 NH認為說 他在這件事情 貢獻就不夠 所以這個組織他不想 不想借 他是說 你掛這個名有什麼貢獻嗎 我是跟他提議說 你掛名就是貢獻這樣 直接講到掛名就是貢獻 然後很開心的笑 那這個就是騙 民進黨他們到底是不是跟高端公司 有所不當的連結 其實是高端自己做的 但是想要美國國位院來掛名背書保證 這叫做什麼 掛羊頭賣狗肉 結構前制定高端沒有回應 高端爭議是否只能在選前全部攤在陽光下 朝野持續攻防 TV新聞李建文 林佳慧台北採訪報導 1月13號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即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帶給您現場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美中台關係帶給您最深入的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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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出開 setzt chancellor 2月13 12 10 14 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